哈喽,西加坡在2009年将完成它的第一座ZEV Zero Energy Building 0耗能建筑 它所生产的绿色能源将会提供它所需要的使用量 这也是全世界第一座由旧建筑翻修成ZEV的作品 其中两个设计特色是它的太阳能板和太阳烟囱 太阳能板将会是东南亚第一大的设施 有半个足球场大可以供应32户公寓的使用量 太阳烟囱可以从没有空调的室内抽取热空气 带动空气的对流让自然通风的效率提高11倍 新加坡希望这个成功的例子可以带动开发公司一一的跟进 过去城市的地标也许是最高最绚丽的建筑 在21世纪有可能是绿色建筑甚至是一栋ZEV 不可能就得到这一栋权转的 Roux 这是最绯度的独立的柄 并不可以带动 党流区的地币党 就会发来看